有一个新的旅游景点 马上带大家来看看 先打一张卡 很久都没有见过中环这么热闹 现在这里人山人海 其实我背后这个 就是活化成功开放的中环街市 大家看到整个中环街市 换言一新 话说中环街市已经关了18年 现在是由华贸集团、市建局 耗资5亿元 重新活化整个街市项目 看到整个内容很丰富 他餐饮的成份又多 还有街头小吃 文青的商店 其实所有店铺都很受欢迎 个个都在周围打卡 浏览观光 其实之前我们说中环铺位的空置率 是非常之高 超过20% 亦是说很多旗舰店铺、奢侈品牌 不断搬迁 离开了中环区 搞到中环整个城市 就好像死城一样 但现在看回 有了中环街市 这个新的旅游景点 个个都走来这里打卡 整个气氛就热闹了很多 希望大家借着中环街市的 重新活发完成 也都带动到周边街道的一些生意 希望借此能够消化到我们一部分的空置率 租金亦都可以平稳向上 整个市场都可以带动起来就最好了 我都不阻挡大家了 我趁着现在都在中环街市打卡 见得见 见得见 一起去看看